这是欧盟首次受到政府良知组织透明国际的审查 透明国际报告的主要起草人马克·派拉拉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欧盟各机构存在显著的问题 我们发现欧盟各部门存在很多问题 包括决策不透明以及游说制度缺乏透明度 我们还看到在如何处理欧盟资深决策者的利益冲突方面需要改进 另外欧盟各部门内部对告发者缺乏保护 而我们把这些人视为揭露腐败嫌疑的关键因素 同时我们也发现对于腐败公司的制裁措施不得力 资深腐败的一个常见途径是外来利益集团影响行政和立法决策者的游说制度 透明国际的报告说 欧盟目前控制游说者如何与领导人和立法者互动的管理制度 还远远没有到位 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凯加尔德 同意透明国际的说法 他说 这对于一个负责管理整个欧洲大陆很多地区的机构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在游说能力和游说者如何接触欧盟决策这方面概念模糊 我认为这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许多国家法律要求领导人和议员充分披露自己的金融控股利益和资产 这样有助于让公民确信他们做出的决策与公共利益没有冲突 透明国际报告的主要起草者派拉拉说 这是欧盟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有义务公布他们的金融利益 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 这些个人声明中的金融信息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证实 比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克凯加尔德说 欧盟可能在加强反腐败的法律和程序方面感到有困难 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 这些个人声明中的金融信息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证实 但是民意调查显示 大约70%的欧盟人口认为政府容易产生腐败 透明国际的人士表示 如果欧盟领导人关注这个事实 那么腐败风险就需要在变成腐败丑闻之前得到处理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